拿完這款在進行封測的異世界物語 四位假設 好熟喔 欸? 忘了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之前陸府有玩過 欸? 他剛剛 那我們要玩哪一隻? 這法師對不對? 喔他會浮起來啊 這樣子有群下光光可以看耶 好啦我們就選他 可以做一些可愛的捏腳 是不是? 角色很可愛耶 可以吸引妹子啊 怎麼BAN你 放心指揮官 就算我被打得粉碎 也不會讓冒險者受到經典傷害 喔這邊還在下載 嗯 這個流暢度整體表現都還算是不錯的 好可怕喔 獲得新載具 這個我好像沒玩過 前方就是靈主卡羅蘭 需要全力出擊了 載具施放技能 好強啊 好強啊 喂 但是 角色的視角無法拉近耶 哇 這樣子沒有玩的視角可以看啊 哭了 哭啊 哭啊 親愛的冒險者 你好 哭 這邊還有表情 哭哭哭哭 哭哭哭哭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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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啊...這個是SSR的 來,這邊有郵件 但我記得啊,風刺好像有給禮包買 那到哪裡輸入啊 說你要修復雷炎盛盾 探索 哦,下載完成了 我覺得畫面做的還算是很不錯 應該是值得一玩啦 我看他還可以指向耶 施放性能可以指向 就有一點點的技術成分在啦 呃...如果曾經有出過的話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之前叫手名嘴 第三招出現了 好,這邊都出現了 呃... 解鎖...對話滿了沒 我等 你就是那位拯救了洛森鎮的冒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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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手足 送SSR的狂暴 載具 哇,沒有送泳裝 哭啊 第四招都會要轉直三解鎖啦 第四招都會要轉直三解鎖啦 這棋,這棋很可愛的啊 你看,這就是蒼蟲之光 迦蘭德大人所畫的核心圓劑 怎麼反過來在這裡啊 繼續探索 基本上就是解放戰鬥啦 也是一款課金遊戲啊 你如果手頭上很寬鬆的話 好像可以刻一刻來玩嘛 課金提高遊玩體驗啦 基本上 我就說白一點啦 手遊的NORP區 大部分都是需要課金的啦 那就課點錢的話 是增加遊玩體驗 不客檢的話 玩的就是會比較辛苦啊 每一款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委託界面 一鍵放入 繼續推關 他最主要就是跑主線 接下來就是推這種關卡 然後對話碼是在福利那邊喔 福利不知道是不是沒有解鎖 還是我沒有看到 反正對話碼是VIP666777888這三個了 反正對話碼是VIP666777888這三個了 總反傳說看到的 那公測 是不是用就不確定了啊 那我找不到 算了我也懶得輸入了 那我找不到 這邊可以領取快快速的掛機收益 好吧那就 角色演示就到這裡吧 大家拜拜 拜拜